你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宋小姐 你好 我是季崇川先生的特助 是季先生让我来找您的 这个是季先生的一点心意 希望您能收下 季先生听闻您生活上遇到了困难 特意让我过来 这个还请您务必收下 毕竟谁还没点难处呢 况且拿走项链也是我们迫不得已 你要是觉得这钱拿着实在不太合适 就当做项链是我们买的 他怎么不自己过来勾的 宋小姐 我知道你不太高兴 但说句实在的 这项链本来就是计价的 我们拿走项链也是理所应当 这个钱呢 我劝你还是收下吧 以后我们季总跟你 就是桥归桥 路归路 江湖不见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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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川 说说说说 宇晨的你说声音好不好 走走走走 我今天教教你 什么是江湖 等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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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等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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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等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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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弄死你 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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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来 季承川 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了 你来干吗 秦昊 我想了想 你都当上成天集团的总经理了 我怎么能就这么离开呢 谢莫杀驴 过河拆桥的事就别想了 拿一张支票就想打发我 你当我宋遥是什么人啊 既然都已经公之于众了 那不如我们就假戏真做 你觉得怎么样 你什么意思 我什么意思 怎么 你不同意 我想了想了 你对我挺好 我也特别舍不得你 我也特别舍不得你 你应该很喜欢我吧 你到底搞什么鬼 你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你不愿意 我在对你表白 你给点反应好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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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到底想干什么 同不同意 我就当你同意了 那我回家喽 我会想你 你会想我吗 不想我也没关系 反正你不可能不喜欢我 我 好可爱 拜拜 之前你不喜欢我 我拿你没辙 现在 你就等着我揭穿 你的真面目吧 我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